我听到轰隆巨响,然后一切都在震动 下一秒我家的门窗四散 贝鲁特居民马塔尔上纽约时报回忆爆炸经过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地时间四日傍晚 于是中心港口发生爆炸灾难 港口仓库内存放2750公吨硝酸胺化学物质 起火原因不明,后引发多波剧烈爆炸 只有连200公里外的地中海国家都能感受到震撼 贝鲁特曾被视为中东小巴黎 但近来的处境惨淡 对黎巴嫩人来说,这场首都大爆炸是雪上加霜 每日商业 10分钟加了一个商业观点,我是凯西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连结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8月6号 由张廷伟所撰写并刊登在商业周刊官网的文章 黎巴嫩人正在面对的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 已在经济崩溃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多年 根据Vox多年来,黎巴嫩央行为了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 压低进口物价,持续向私人银行借款 银行则以15%的高利率吸引民众 然而当政府、银行与民众的钱都用尽了 汇率便如腐牌般一路崩跌 华山顿邮报指出当地货币迅速贬值 黑市汇率波动,加剧通膨,企业倒闭 许多人陷入失业和贫困 据官方数据,青年失业率已经到达了37% 整体失业率为25% 国内有三分之一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更糟的是,该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150% 位居世界第三 黎巴嫩的基础建设自1975年至1989年的内战结束后 从未完整重建 近年来又因为邻国叙利亚难民涌入 连最基本的民生设施都濒临崩溃 长期以来人们都得在经常停电 缺乏干净饮用水,网路讯号微弱 大排长龙只为加油 这样糟糕的生活平时下奋斗 另外COVID-19疫情肆虐 现在又加上爆炸 被鲁特的医院不堪重负 由于燃料短缺的关系 有时被或关闭医院的空调或延误手术时间 有些患者甚至只能在停车场接受治疗 医护工作者表示 政府欠医院的债正在危害公共卫生 黎巴嫩新任总理迪亚布也曾亲自投书 华盛顿邮报直言 国民正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许多人已不再购买蔬菜、水果和肉类 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连面包都负担不起 如今爆炸受损严重的港口是黎巴嫩的海上门户 且当地约储存85%股物的仓库 也在这场爆炸中摧毁 该国内急需的食物、医疗和民生用品 都依赖海运进口 经济命脉炸毁 加上粮食危机迫在眉睫 货不担心 经济不好、生活品质低落 将国人的愤怒推向临界点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内吉桑接受德国资深访问表示 数十年来的政府不法行为和外部干预 确实削弱了该国寻求国际援助 以稳定经济的能力 从1990年到现在 黎巴嫩政府始终没有找到 国内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他说 BBC报导 2019年10月 黎巴嫩政府提议对 WhatsApp、烟草、汽油等服务和产品 加征税以增加政府收入 这项政策一出便激起民怨 也引发后续一连串民众抗议活动 就这样一场针对腐败 无能解决经济问题 和宗派斗争的全国抗议展开 在黎巴嫩国内迅速扩散 多达100万人加入示威 迫使时任总理哈里里下台 但国内也陷入停摆状态 学校、商店和银行都被迫关闭 黎巴嫩政府会走到这一步 BBC分析直指 其货源是该国的政治宗派主义 国内不同宗教政治派系 只关注自身利益 不为人民福祉着想 根据1943年签订的国民公约协议 叙利亚三个主要的政治权力机构 分别由三个最大的族群社区掌握 总统必须是马龙教派基督徒 议会议长必须是实业派穆斯林 总理必须是逊尼派穆斯林 议会的128个席位 也由基督徒和穆斯林平均分座 正是这种宗教多样性 使得黎巴嫩很容易成为 外部势力干涉的目标 每个教派的领导人 都想透过各自的网络 维持其权力 提供所代表宗教团体 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帮助 根据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指数 黎巴嫩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38位 该组织指出宗教权力分享制度 助长了这些关系网络 阻碍了黎巴嫩治理体系的发展 常年腐败治理无方 导致经济急剧下滑 普通民众陷入贫困 黎巴嫩身处中东地缘政治的断层线 本就是一个脆弱的国家 动荡对这个小国来讲几乎是家常便饭 也曾经历过长达15年的内战 贝鲁特港大爆炸可能是一件意外 但也可以说是必然 贪污腐败的政府机构 脊弱不振的经济 并非一日造成 爆炸恐怕只是危机的起点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接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